听说体验幅沙漠地图更新了一个黄金跑车 就在别墅这里 我就赶紧过来看看了 但是没想到 看面里人是贼多 这也不知道第几把 每次都比别人慢一步 你看看 再稍微慢一点 别说坐上来 连车上面站的都是人 再来 妈呀 人瞎咬的是呢 比心连基地的人都很多 等这个地图上线后 估计别墅要改名自闭叔叔 没错 这把跟随地儿又凉了 再来 这把我自己跳 机会大巴的 落地的时候直接点了挥拳 就没有翻滚动作了 节约时间 但是进去的时候 一定要蹲着进去 我就反应迟钝的一秒 就被人抢现了 不过还好上到了车 哎呀 黄金肌肉跑车 原来还坐着就是这感觉 不知道开着是啥感觉 我就坐车上 不下来 等地儿开了的时候 我就能开了 这里更新的 竟然还有这么刺激的跑道 这也太酷了 要是开摩托车 肯定贼过夜 这个人开了点慢 差点都没上来 他终于开累了 我准备带着去北边的里州看看 后面还有人想打我们的车 考给你来个360度旋转飘移 再转它个12345678910HR 成功让车冒烟平稳落地 哎呦我去 原来这黄金跑车的质量也不咋低 虽然冒烟了 但是问题不大 我这车机 劈成家校学 一把锅 小兰教练都夸我车机好 但是不知道为啥 他每次坐车都闭着眼 心跳加速 再下去一个 你这是不相信我的车机 你看负车实的多相信我 坐稳了 跑车就该有跑车的样子 直接油门踩到底 向利州抽吧 刚才出现点意外 刹车是领的 还是坐飞机来利州快点 原来这里就是沙漠中的利州 还有几个池塘 不知道光子啥时候能出了钓鱼功能 再来个烤鱼不能量 就更刺激了 这个文九四还更新了自带2.7背景 不过感觉伤害也不咋低 二级头还要打两枪 有等是4把才能打爆 M4需要5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